上色的处理 基本上上色我大概就参考背后这一个模型 那回到standard 上颜色的笔刷 其实不需要特别一定要跑到 B P A 就是paint笔刷 B P paint A paint笔刷 上色不见得要跑到这来 因为 跑到这来只是为了避免你不小心雕到模型 雕塑到模型 就这一个来讲 它只是避免你雕塑到模型 因为这个就只有启动RGB Z at Z sub都是关掉的 那 等一下 好 那 其实呢 这个如果没过来也没有差别 因为你回到e standard笔刷 Z at Z sub关掉开RGB 这就是上色 好 所以 呃 如果你 你大概如果你有良好的工作习惯 就是 呃 怕 不小心雕到 那你就切到 Polypaint 好 那启动这功能以后还没有办法画出东西来 因为 我们还要到 旁边的面板呢 找到 Polypaint Colorize启动 上色 那上色 那上色启动以后它还是没有颜色 好 因为我们还没填色 所以呢 接着再去找一个 呃 适合上色的材质 Basic Material 1或2都可以 大概像这种 好 大概像这种Basic Material 1或2 然后先选你要填的底色 通常我会从比较深色开始 因为这样子就不需要 努力去画缝隙 好 有一种做法是这样全黑开始 但是全黑开始的话 因为我们一开始会做Color Fear Object 那全黑开始的话 我就不知道我接下来在哪里 因为看不见 好 因为接下来也许我是这样画 可是 诶 到底画到哪里去看不见 所以我通常一开始呢 只是会填一个比较深色的 暗红色 好 不会填到纯黑 看看模型啦 这一个的话是可以这样子 那如果你想要做的是比较手绘风的贴 黑图的时候 你可能可以从纯黑开始会是比较适当的 好 另外一个要记得的是 它的颜色 现在在画的是这个 这一个呢 是被景色 大概是这个意思 因为 呃 它跟Photoshop相反 所以如果你切成这样子 在Photoshop好像是拿这个画 可是这里不是 所以 要注意这件事 好 OK 那 然后我就可以找 比较浅的颜色开始调图了 好 好 那上色的时候呢 这些intensity其实没有差了 看的是这个RGB 好 RGB越强 它越快会变成纯色 比方说我现在用白色 那我把RGB调弱 就要跌很多次 就要跌很多次 一直跌一直跌 才会到达RGB100的强度 好 那所以这里 是 呃 它的这个强弱的 呃 控制 然后 它没有什么multiply的这种东西的控制啊 流量控制 没这件事情 好 呃 纯粹你就要用 笔刷的思维去 就上 塗颜色的思维去画 好 然后我的模型现在是200外面 是不是够细 哈 你要这样子看 呃 我先找个地方塗一块白的 它够不够细 够不够我们画贴图 比刷缩小 呃 呃 RGB调强 好 大概也勉勉强强 好 你可以看到 其实这一个 呃 呃 我如果RGB 那个比刷再更小一点的话 应该就不够了 反锯齿的问题就出现了 好 呃 也就是说我这个比例上面 这个 200外面的大概画到这个粗细 其实 反锯齿的部分已经出来了 那如果你要画的能够够细 你要画到非常非常的细致 当然不是这个模型 后续你还想连那个 皮肤上的致啊毛孔那种 微小的雀斑这种都画得上去 你可能要用到千万面的model 好 OK 那这一边来讲呢 这个就够用了 那我就昂度回去 好 那我想要这种同一个颜色 所以把这个拖过来 它吸颜色是这样吸 是这样吸 你要吸哪一个就拖来这里 那我现在吸到就是刚刚用的那一个 好 比刷放大回来 一开始呢就是先简单的 好 Gb大概也不用到100 大概560 那可以再调量一点点好了 这样比较快 先整体的大概简单的刷一下 那因为凸的地方总是会先中奖 所以你可以先对这几个地方处理一下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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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 要用这样的方式慢慢上 你要上很多层 应该说模型的层次感才会出来 所以我是会这样子花好几次一点一点的叠色 好 那这时候因为我们还没有到很细致的笔触 所以你只要大概的照着基底方向走就可以了 还有什么呢 这里补一下 这一个 好 那 比较明显一点以后 我们再 调强一点 然后呢 开始加入Alpha 好 你可以开始加入Alpha 因为这样子刷的时候呢 好 例如我用这一个 再配合 Spray 好 那这样刷的时候会变成这样 好 斑点 但是呢 没关系 这个 这一层只是 是为了下一层跌在底下 再增加 层次用的 所以你可以再用这一层再跌一次 好 再追加一层 上去 好 那其实我在刷的时候是照着 那个区域的基里在走 所以我只会刷一下 让它大概有那个 基里的方向出来而已 然后 因为这样子刷 它就会有 当然 比刷不用这么大也可以 再小一点的话 会 更细致 好 就会有得到更细致的 呃 那个斑点 那个文理的层次表现 好 可以小一点没关系 只小一点就要花 多花一点时间画 我现在 就 呃 只是要告诉同学怎么 快速的处理 所以我不做到那么细致 好 那 呃 然后 使用这个功能的时候呢 你也可以配合这一个 Color Spray 这种操作的时候 呃 我找个地方 换个颜色示范一下 你如果加上这一个的话 它画的时候 其实出来的点是变色的 不是这么 现在你可能看不出那么明显 因为 它的变色的比例 呃 Follow的大小 这一些在这边做控制 好 每一个笔刷其实都有它的 控制选项 有没有 这个笔刷 DOT的时候只剩下这个Mouse Average 这个的时候 就会多出更多的控制项 好 那这个呢 又可以再用这一个颜色 好 然后 原则上我不太喜欢用这一边啦 用到这个地方 因为 呃 饱和度过高 通常我会在 就是 饱和度偏低的状态下去画 好 那避免一下子就变成 很亮的样子 那再开始用这个加 好 你可以再配合 这个或者 α换一下 好 那再针对几个比较 你可能要觉得那边特别 要亮一点的 有层次的 地方加一下就好 看一下这里 乙巴一直忘了把它补一下 好 ok 好 那 这样子呢 其实现在你看到的已经开始比较 呃 虽然还很暗 目前因为我们 还没有上到比较 亮的色调上去 那 这还比较暗 所以到最后会一直 呃 调亮它的 颜色 然后一直上 一直上 到最后就会 比较明显 但现在没有那样子 呃 先把 可以上色的这个处理一下 回到 free hand 嗯 咦 有块东西涂不掉 看一下是不是有遮罩 管 什么时候遮到 好 这里差不多先这样 那 尾巴的毛也可以先画一下 这样比较好辨识 好 这次 纯粹只是为了我等一下 辨识 在看的时候 比较容易辨识它的位置 还有其实手掌内侧跟外侧颜色 也会有一点 稍微简单调整一下 好 那 呃 基本上 pen的笔刷呢 呃 跟你使用 sandar笔刷 g 也的zsub 都不开 zintensity 光料0安全起见 然后开rgb 这样子画 跟切到pen的笔刷 其实是同一个意思 好 我现在这样子画 跟切到pen的笔刷 完完全全同一个意思 那我可以再换 另外的 好 像这个就画起来会有条 一条一条的丝 好 不过这个最后再画 一条 现在大概还在 这种 好 就是底层的 纹理的用途 然后我会对某些地方加上比较 有点蓝调 蓝色调 就是 呃 比较阴暗面的地方 这个等一下还会再用 这个颜色盖一次 所以现在只是 让它产生更明显的对比 通常来说呢 呃 呃我们亮面会用暖色系 暗面会用寒色那个冷色调 所以我是用这个方式 去做 可以强调强化它的 凹凸的那个层次 那一样的 嗯 嗯 照着肌理的 照着肌理的 位置去绘制 好 那记得这个东西 你如果没有压力 比刷压压力感应 基本上 呃 你玩不出什么名堂了 就是一坨东西 如果你没有用压力 比刷的压力感应去画的话 它就是一坨东西而已 对 眼睛这边一定是比较蓝的 补一道 补一下 ok 那差不多 好 那 目前先到这个阶段 其实大概的 呃 层次感这些都有 你如果觉得这个太亮 你可以换到basic one 就更明显一点 好 ok